带你快速认识三个珠宝品牌 伯爵 craft 海瑞温斯顿 很有识别动的人所 你知道这个品牌有多牛吗 格拉夫 他的广告词是无与伦比的诗华国度 他1960年成立于伦敦 如今呢是诗华大钻石的代名词 他的很多钻戒 款式都极其简单 但是大就是美 15年南非挖出了一颗1109克拉的矿石巨钻 可是由于个头太大难以加工 导致这块大钻石多次在拍摆会上流拍 这时候格拉夫花4亿都买下 用历经一年半的时间建模设计切割 生生把这块钻石的身价翻了三倍 要说各种大黄钻大绿钻大粉钻啊 海瑞温斯顿被誉为钻石之王 曾被选为美国上流社会心中的 奢侈品珠宝第一名 他1930年成立于纽约 这款HW logo钻截判成经典 他一面是妻子一面是丈夫 在30款仪式珠宝界的经典设计 被无数人模仿 另外他们家的白红花系列 莲花系列 太阳花系列 都相当的识别多 未经许可否判成长